尽管日本的新冠疫情严峻 东京等多个地区依然处于紧急状态当中 但是东京奥运会排球测试赛 不受影响昨天顺利举行 中国女排队最终以3比0完胜日本 赢得了2021赛季的开门红 说东京奥运会可以如期举行的话 我觉得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非常伟大的一个奥运会 它能够在这么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让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都可以参加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 作为奥运未免冠军 中国女排先是以25比16 25比18赢得前面两局的比赛 第三局经过一番苦战 最后以31比29险胜拿下日本队 另外在男排第一场测试赛当中 中国队则是以2比3不敌日本 两队将会在今天晚上展开第二场较量 中国队将会在完成比赛之后 隔天回国